夜科肯定是大美人一个啊 只是五官比例不那么和谐罢了 就好比哪怕美国刘亦菲 比例失衡后也会跌落审谈 接下来我们就详细拆解一下 它到底哪里出现了问题 首先两眼距离远远大于比翼宽度 好看的眼距和比翼宽度的比 因为1比1 哪怕比翼宽度在静态下略大于眼距 都是自然合适的 这就是夜科看起来奇怪的重要原因 单看鼻子完全没有问题 但放在这样的一张脸上 就尤其显得格格不入 好像时刻都会窒息 第二 镊脚发肌线宽度 严重大于下颌宽度 优秀的镊宽与下颌宽的比 因为1比1 如果上方过宽 再加上过于肿涛 就会头重脚轻 违背属于正常人类的生理结构 反观baby的精致高级 也正是体现在上下宽度平衡 且镊区具有优美的骨相折叠和生理凹陷 第三 下颌过于陡翘 产生比例失衡 脸不是越小就越好看的 合理的下颌范围应该是正面90度观察 下颌线刚好踩在眼尾纵向延长线 和嘴角横向延长线的交汇处 而它的下颌范围就明显处于 这两条线的交汇点以内 就有一种脸没长够 酷似ET的感觉 第四 额面的位置竟然在苹果肌位置之后 骨相高级的脸 额面在前 面中在中 下颌在后 呈现明显的阶梯感 而它的苹果肌 反客为主 竟然冲在了额面之前 笑起来甚至有淹没鼻子的错觉 额面与苹果肌前后位置出现了错乱 这种错觉就无限放大了冲击和科技感 时光荏苒 面部美学历经了舌精链 网红链和幼胎链 未来到底何去何从 Coco生蛋了女士曾经说过 Fashion fits Only style remains the same 我想在比例和谐中 保留个人风格才是归途 小红书 不过 感谢观看